实际上就是要学菩萨的智慧 智慧是什么 智慧就是一种能量 当你有智慧的时候 你什么都能解决 当我们这么多佛有在海外的时候 当你碰到很多苦难的时候 如果你有智慧 你会克服困难 会去除烦恼 你会不管在什么地方 都能够以坚强的心 来把自己的一生好好地把握住 而很多的人他没有智慧 他碰到事情 他就会突然之间觉得 人生空虚无常 没有一种可以依赖的东西 那就是失魂落魄 慢慢地就会失去自己的慧命 所以台长需要大家要懂得 无我要学会两种 一种是人无我 人无我就是说 在自己的所有的做人当中 要先想到别人 只要有人的地方 你要先想到别人 要没有自己 母亲只要有人 就想到家庭 想到孩子 对不对 所有的人要有慈悲心 就会想到别人 忘记自己 这样的 无我 你会破除烦恼 就是烦恼的障碍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会有烦恼 就是整天的 我失去了 我难过了 为什么他对我这样 为什么我得不到 同样我也不出了 我为什么比他少 我为什么怎么 永远是个我 他就永远有烦恼 在心中 所以一个人自私的人 他为什么会不开心 因为他有我字 他想希望你们 还有法无我 法无我就是学会 不管有什么好的东西 不管有什么好的事情 先让别人 我们自己不要有 先让给别人 实际上 当你让给别人的时候 你自己就在破锁滞脏 也就是说你破掉了 你自己心中的 所有的智慧的障碍 为什么 你给别人 别人会回报给你 你帮了别人 别人会对你更好 你把自己心爱的东西 送给了别人 别人会感受到你的爱 会给你更多的 一生的回报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智慧 如果你天天想着自己 别人好的东西都不给你 你就有智障 就是智慧的障碍就出来了 所以一个人要无我很不容易 就是要做到牺牲小我 成全大我 就是要舍去自己的私心 来成全所有众生的公心 所以要顺着别人来做 就像我们大家在一起 你们北美 还有多伦多 比利时 欧洲 还有意大利 还有日本 你们这么多的 共修会 难道每个人想的都一样吗 难道你们的时间 都是一样的吗 每个人要有事情 都可以想出自己的理由出来 为什么大家能够团聚在一起 为什么大家能够一起学佛 一起听师父的开示 因为大家都把自己的时间放下了 大家来凑着这么个时间 一起聚在一起 在救人 在哄